他們要辦所謂的 互獻反台獨這個活動 我只能給他 哈哈哈哈三個哈 為什麼是三個哈 我們解釋給觀眾朋友好想聽 第一個哈是在笑什麼 是在笑說你的反台獨三個字 什麼叫反台獨 我告訴你 在這次國民黨提出 兩項公決案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叫做什麼 與美國婦交案 什麼叫與美國婦交 你如果是用台灣的名字的話 是與美國建交 與美國婦交是用中華民國的名字 所以你要知道 與美婦交案是用中華民國的名字 第二個公決案是什麼 是請美國來協助台灣抵抗中共 這兩件事情我告訴你 在中國環球網 我們剛剛講的胡錫進的報導裡面 在這個禮拜 各位可以看到話紅線的部分 在他們的定義中 他就告訴你 國民黨這兩項公決案 都是台獨 用中華民國的名字 跟美國婦交叫做台獨 然後請美國來協助台灣抵抗中共 這個也叫做台獨 所以我想請問的是 今天紀林也講的 這個所謂的互線反台獨 你要反的是哪個台獨 如果你反台獨的太陽 是跟著中共的步調走的話 那對不起 對中共來講 講中華民國也是台獨 拿中華民國的旗幟也叫做台獨 那我請問你在10月10號國慶日的時候 你講說你要反台獨 請問你要反的包括中華民國在內嗎 第二個我們第二個笑是笑什麼你知道嗎 第二個笑是要笑說 今天我們在看到的是 這個紀林蓮自己 在去年我們看到的是 紀林蓮在2015就已經參加過 中國的統戰活動 就是黃埔系列的統戰活動 紀林蓮去年自己在接受 這一本觀察雜誌的訪問的時候 你看紀林蓮講什麼話 各位觀眾朋友看上面這個部分 兩大重點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第一個部分他講說 這個中國習近平發布了 告台灣同胞書 所以兩岸最終會走向和平統一 第二個這個是我最看不下去的 你可請各位觀眾朋友也看一下 他竟然說什麼 我們都知道中國不斷的滲透台灣 對台灣做統戰 所以我們去年通過了反滲透法 所以我們的國安無法再修正 就是不要讓中國共產黨 滲透台灣然後達到他統戰的目的 但紀林蓮怎麼講呢 這位當過中華民國上將的人 竟然告訴你說你看 要說大中國對我們統戰 我並不意外 他們一直抱持著民族要團結 國家要統一的目標 這有什麼不對 一個當過中華民國上將的人 認為中共在對台灣做統戰 這有什麼不對 請你告訴我這有什麼不對 當然不對 然後這個人今天在告訴你說 我國慶日要上街頭 我要辦一個護憲反台獨的活動 我請問你 你的說服力在哪裡 當然很有說服力 然後再講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這一段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對於國民黨來講 你們已經有路線之爭了 這種所謂的 你們內部的什麼鄭南軍 你們內部要親美的 你們內部要親中的 這種路線之爭已經開始了 而且在裡面 是誰幫你們定義路線之爭的 我告訴你 就是中國共產黨 自己幫你們劃定路線之爭的 為什麼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講說 他的小粉紅的代表 叫地霸遠征軍 他們裡面把這一波 像江啟成 林維州 發動所謂的公絕案的這些人 你看他上面怎麼寫 他說這兩個公絕案 都是國民黨反動派 國民黨反動派做的 所以說這些人都垃圾了 你看這是地霸官方的微博上面寫的話 然後這一段話 你不要以為說 他就是一個民間的代表 對不起 在中國的官媒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中國的官媒 像這個海峽島報在寫的 還告訴你一件事 江啟成路線不代表國民黨 剛剛看到的 江啟成不是黨主席嗎 是 他是黨主席 剛剛我們看到是地霸官方說 國民黨江啟成這些人叫反動派 現在官方的媒體告訴你說 江啟成不代表國民黨 那請問誰代表國民黨 我告訴你 共產黨這篇新聞裡面下面說 代表國民黨的只有三個人 叫做馬英九 洪秀柱跟韓國瑜 然後這三個人對於共產黨來說 他們才叫做鄭蘭君 所以剛剛前面我們有提到 鄭蘭君不是應該是反共的嗎 可是在共產黨定義來講 馬英九 洪秀柱跟韓國瑜 才叫鄭蘭君 然後江啟成這些人叫國民黨反動派 所以你看 國民黨自己的路線之爭不是很明顯嗎 那更不用講 還有人說國民黨的路線之爭其實是 鈔票對選票的戰爭 什麼意思呢 因為國民黨在過去選舉的時候 台商是一個很重要的主力 所以台商要在中國做生意 你跟台商跟中國好才有機會有鈔票 但是面對台灣的民意 面對台灣的選舉 你是有選票的問題嘛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現在的問題是選票與鈔票的戰爭 你要走向哪一邊 所以很顯然 洪秀柱的選擇跟江啟成的選擇不太一樣 最後我要回來解釋 我剛剛第三個哈是在笑什麼 我給大家看一件事 你今天我們所台灣所面對的情況是 中國在壓迫台灣 我們不得不強大自己 在強大自己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國民黨裡面 馬英九這一派 馬前總統為代表的人 在告訴我們 他們反戰的方式竟然靠三招 這三招是哪三招 給各位看一下 馬前總統自己示範出來的 第一招我們都知道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告訴你 戰爭好可怕 千萬人頭落地 守戰級中戰 美軍不會來 結果馬前總統最新的梗 給大家看一下 馬前總統最新的梗 是去看日本的戰犯的照片 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犯照片 然後哽咽說 不要發生戰爭 戰爭好可怕 千萬人頭落地 這是第一招 第二招是什麼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事實上前文化部長龍一台 出來告訴大家 不管你說什麼 我都反戰 問題是在於說 是我們台灣要發動戰爭的嗎 不是 所以你看人家哭熟這張圖 去跟習近平講 去跟中共講 你如果真的要反戰 請你去告訴中共 但是你會發現 龍一台選擇的是告訴台灣人 那我問你 今天我們不挺身出來 保護自己的話 我們除了投降之外 有哪幾條路你告訴我 所以這很奇怪 你不去跟那個 加害人的中共跟習近平講 你反而跑來跟被害者的台灣講 告訴被害者說 不管你說什麼我都反戰 難道你是要台灣人投降嗎 然後這是第二招 第三招是我覺得更神奇的 這是國民黨的 前桃園復興鄉鄉長 叫做林信義 不是民進黨林信義 是國民黨的林信義 他們為了要怕反戰 怕開戰 他們發動的方式叫做祈禱跟禱告 跟我們前面來講 那個十四次改風水 有同工異曲之廟 他們說從十月開始要密集的禱告 他們在做的叫約沙法的禱告 而且說有21天的禁食禱告 說禱告完之後 希望這個戰爭就不會來了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講了 難道今天要靠的是你的哽咽 靠的是你的這個所謂的反戰 然後靠的是你在講說這個不管你說什麼我都反對 用這種方式 中國就不會來這個 所謂的軍機繞台 軍艦繞台來恐嚇你嗎 當然不是 我們怎麼能夠只靠這三招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綁得住人家對你的文攻武嚇 所以我們才說在這裡面 馬前總統做的事情 讓人家一直都不能理解 但是國民黨自己要弄清楚的是 整個過程裡面你們的路線跟主張 在目前你可以看到的是 你們黨內真的有一派的人 就往老共的論述跟老共的想法 直接靠我過去了 然後你們現在這一票的人 被老共定義說你們叫國民黨的反動派 好啦 叫國民黨反動派 你如果堅持到底也是很好 但是現在很多人在講說 會不會到最後 有人就縮回去了 假設到最後縮回去的話 就很像之前國民黨在面對 要廢除考試院跟監察院的議題一樣 前面林維州講得很大聲 告訴大家很有殺氣 我就是要過 後面呢 自己默默的就縮回去了